目前的所有的作為跟相關的時序 還有目前病人相關的在各醫療院所的一些境況 以及未來我們還有哪些可以精進的作為 首先談到這個時序的經過 大概目前我跟各位確認 我們實際通報進來食物種植的案例 到現在四點半為止 是總共八例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可能收到的是七例 因為三軍總醫院在約末一個小時前 又通報了一例 表現上也是乾衰竭跟敗酒性休克 住到家庫病房裡面去 所以目前正確的數字在此時此刻是八例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因為未來可能會在可能有 還會有不同的新的案例 我們數字上可能會有所調整 這也跟各位朋友們說明 然後再來是關於1999境線的部分 最早是在星期天的晚上 星期天的晚上1999境線 不過呢 我們在1999進線之前提到有食物中毒可疑慮之前 我們本局本府在星期天的中午有收到新北市衛生局提供的訊息 提到新北市有找到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這個案例曾經在台北市A13的這個地方有用過 有用過餐點 然後有這樣的通報之後 我們立刻折成我們當日值班的相關的機查人員 在下午的時候前往機查 那我們機查的過程當中當然是留下相關的生物的激症 包括說 作業人員守護的一個細菌的採樣 還有包括這些使用的刀具跟砧板等等 有接觸過這些相關食材的 這些生物激症的一個採樣作為培養等等 發現病原菌的依據 那當然因為通報的時候 逐給食物中毒案例的這些食材都已經沒有留存 所以我們只能就環境評估之後給他建議 他的環境可能不好 我們令期限期改善 再加上所有的生物激症做採檢以後就返回 那當晚又收到1999第一個進線 提到有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之後 我們也在隔天隨即進行相關的一個處理 再前往機場 再可以勒力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是在沒有確認是相關的食物中毒的報告 那所以沒有確認相關的食物中毒的報告是 第一個案例在新北的案例 他可能就診之後就返家 那沒有住到醫院裡面去 那第二個案例呢 他雖然有就診 但是返家之後人還是不舒服 所以又到馬街 他在前往馬街的路上 到院前死亡 在二十 禮拜天的早上 三點 五點的時候 他到院前死亡 那到院前死亡 到院前心跳停止 那我們的馬街醫療團隊 進行相關的一些急救 所以心跳有恢復 所以送到家屋病房去住院 那在到進家屋病房的診斷呢 是一樣 一樣是肝衰竭 代謝性酸臟毒 以及休克 外血性修復 這個症狀 住進家屋病房 那不幸這個個案 在下午的時候 在又發生一次的一個心跳呼吸停止 那馬街醫院經過搶救無效之後 在下午 那病人過世 那個是在禮拜天的下午 那這個是前兩個案例 那接下來陸續發生的案例 大概也許沒有就主意的說明 那統計上 大概他們都是在十九號之後 到二十二號之間 他們都前往了A13的這個特定的 素食店 素食 提供素食的餐飲 那這八個案例 大概都有吃過國仔條 或者是河粉 他們共有吃的東西 是這些東西 所以目前 這八個案例 到各急診去就診的時候 都是呈現肝衰竭 急性肝衰竭 猛爆性的肝炎 急性肝衰竭 然後拜血性休克 跟代謝性酸臟毒 都是用這個方式來急診就診 那普遍來講 他們都呈現了肝指數上萬 那 血液的酸鹼度都是很偏酸的 那這些都是醫療相關的 那目前的情況是 陳如各位在媒體上看到的 有兩個案例已經過世 除了剛才跟各位說的 這個在馬街 禮拜天的下午 今院內搶救無效過世之外 還有一個案例是發生在今天早上 也是新光醫院的案例 那新光醫院案例呢 他也是肝腎衰竭 多重器官衰竭 在他放上葉克服 但是還是在今天早上 大概十點多左右 十點多的搜索 那所以這個案例呢 在院方有及時的跟這個衛生局這邊有通報 那大概目前的案例都是這樣 那有幾個案例是目前往好的方向發展 那就是有一個案例是在三軍總醫院的第一個案例 那他現在住在一般的病房 那據院方的照顧的團隊有提到 他的肝指數上面 已經不是當初到醫院裡來的時候是上萬 現在大概已經有降下來 大概已經有降下來 那這個是有往好的方向發展的一個案例 那至於台北醫學大學有兩個案例 那一個案例是放在葉克膜 另外一個案例也是今天通報 那他主要是比對相關的一個足跡之後 才發現他可能有吃過這個相關的飲食 所以目前的情況也是住在家務病房 也是病況危急 那根據院方的回報 也有可能在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的狀況下 必須要放上葉克膜 那目前的案例的情況大概是這樣子 那針對餐廳的記者的情況 那我也要做一個說明 除了剛才提到的就是 在禮拜天的下午我們隨即派機查人員 前往機查之外 採檢跟機查之外 3月25號的上午 我們也再次的派機查員 前往機查跟勒令限期改善 那在禮拜二的下午 就是昨天的下午 突然出現三個案例的時候 突然出現三個案例 包括馬街星光跟北一負一的時候 那府這邊就下令該店要停業 相關的在台北市的所有分店全部都停業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這些食材的供應 暫時先阻斷它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那我們也同時往上溯源發現 保齡的工藝商是在新北的某一家公司 那我們也去澄清到底在台北 還有沒有其他沒有停到業的保齡 那目前保齡的部分全部都已經掌握 已經停業 那同時我們也請新北衛生局的配合 跟協助之下 他也讓我們知道本市 還有一個他的下游廠商 那在南港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請南港這邊 一樣停止供貨停業 那我們會再往下追溯 到底這個食材是不是還有在本市 在台北市還有食材供應的地點 我們都會全部的一併停業 停止供餐 避免我們的市民朋友 再度受到相關的傷害 這是相關的部分 那後續的做法 當然在首先要提到的是也非常 因為台北市的醫療的服務 因為正好都在台北市的這些 非常重要的醫療單位 包括所有醫學中心 或者是大學附設醫院 所以他們提供的醫療 是完全的努力的去搶救相關的病患 那跟他們通報的時間點 可能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 只要病人進到醫療院所 不管他有沒有被通報食物中毒 他的生命徵後都是第一線醫療的人 一定要努力去維持的 那有些醫療院所可能因為 首先要提到的是 這個是非常非常罕見的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過去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 台北市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 食物中毒造成 過去10年沒有發生過 食物中毒造成死亡的案例 所以在醫療的第一線 大概很難想像這麼稀有的案例 要立刻就做食物中毒的通報 那那個因為這是非常非常罕見 但是當我們披露了第一個相關的案例之後 也提到了他的相關的一個足跡跟飲食習慣之後 所以昨天下午在各醫學中心或者是各醫院 他的診斷不明的案例 在進一步的可以釐清他的飲食的事 飲食在哪裡做飲食 有去過哪些地方才發現相關的案例 因為沒有診斷肝衰竭 然後這個所謂代謝性酸中毒 還有敗血性休克合併起來 醫療院所就立即的向衛生局來通報 這也是從通報的數量 從昨天的下午開始變多的原因在這裡 不過通報的時間點並不表示醫療才開始動起來 醫療早在所有的病人進到醫療機構 第一時間包括馬接提到的這個第一個案例 到院前死亡這個案例都是被救回來 醫療都持續在進行當中 這也跟各位媒體朋友說明 那當然這整個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衛生局在全力的對抗 這個這一次的食安的事件 公共衛生的一個危機 那主要還包括跨局處的合作 我們要感謝目前檢調也介入調查 檢調單位還有警察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也陪同我們的警察人員 還有我們的食安官前往該事發地 進行所謂的環境的一個證物的保存 等等環境的調查 那包括警察單位 還包括社會局 他當然也提供了 盡快要來提供相關的社會資源的一個服務 譬如說跟家屬來接觸 然後來了解家屬他們的一些經濟狀況 協同我們衛生局的人員前往機場 跟環境的一個採樣 那我也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醫療機構目前針對所有的病人 所培養的一般型的病毒跟細菌 會造成食物中毒的病毒跟細菌的培養 目前都是陰性的 也就是常見的這些細菌 或者是病毒培養 所造成的食物中毒 目前都沒有發現 那顯然這個是非常罕見的食物中毒 可能是某一些細菌性的毒素 或者是其他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目前 醫療機構針對這一部分 我們的中央疾管署等等 或者是食藥署 他們針對這個 很罕見的這些 這些可能是細菌性的毒素或相關等等 都有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採完相關的證物 包括到今天凌晨 採完相關的證物 然後待會去做化驗跟培養 這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 那當然 因為他 幾位罕見 所以在第一線的處理上 大家都是盡力的糾字 那當然 他們的共有的症狀 以及共同吃的食物 以及去共同的店 這些我們都已經做了詳盡的調查 那也持續在關注台北市是不是還會有新的一些狀況跑出來 我們都隨時密切在監測 24小時密切在監測 那同時我也想要透過媒體朋友們 來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在最近有曾經有到這些相關的A13的這個店 去做過飲食 然後有身體不適的症狀 一定要儘快的到就近的大型的醫療院所去就醫 因為目前看起來 所有的病人 所有的目前這八個案例 通通都是在吃了剛才提到的 或者是這個河粉之後 12小時內就發病 然後在幾乎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惡化成肝衰竭 惡化成這個壞血性休克 所以市民朋友們 如果有身體不適 儘快到醫院來救醫 我想醫院會儘快提供最全力的一個協助跟照顧 那這也是要提醒市民朋友 那其次就是也在提醒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特別是在急診的這些醫療人員 那提高相關的理睿度 因為這些病人不是典型的食物中毒的案例 他不是以消化道不舒服來表現 他是以疲倦 噁心 嘔吐 他是以一種肝炎發作的一個表現來呈現 所以也請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不論是門急診 如果遇到這樣的病人的表現 要特別提高警覺 進行儘快的救治 好 以上跟各位說明 好 觀眾朋友 根據衛生局的釐清 兩名死者都吃了果條跟河粉 12小時之內發病肝指數破萬 引發了肝腎衰竭敗血症死亡 目前已經要求保齡的食材供應商 暫停供貨來釐清疑慮 而北市衛生局也表示 過去10年從來沒有發生過 食物中毒致死的案例 這次的事件十分的罕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